嗨,关于动词的分类,咱们就剩下形态动词没有解决了,这个视频就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咱们在初中阶段要学习和掌握的形态动词主要有can, could, may, might, must, should, would。 除此之外,咱们还需要了解学习need, dear等形态动词。 首先,咱们借助考试中形态动词会出现的三个考点来总结形态动词的特征。 在考试中,形态动词有三个常见考点,分别为本意、推测、问答。 我们先来看本意,所谓本意是指can, may, must等形态动词都有各自的词意, 表示能力可能允论愿意请求等形态,因词意不完全,不能单独做卫语,只能和动词原型一起构成卫语。 比如,you can borrow some books from the library,它可以从图书馆借到一些书,you must finish your homework tonight,你今晚必须写完作业。 Everyone should be polite,每个人都应该有礼貌。 这三句话中的位语动词分别是can borrow, must finish,和 should be。 我们观察上面的三个例句发现,形态动词是没有人称和数的变化的。 了解了本意的考点,我们继续来看另一大应用,推测。 在考试当中,最常考的状况就是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比如,it can be my brother,because he is on business,那不可能是我哥哥,因为他出差了。 这句话就是完全否定的推测。 It must be our English teacher,他一定是我们英语老师。 这句话就是完全肯定的推测。 观察上面的两个句子我们可以看到,在推测的句子中,我们经常用it作为主语代替猜测的内容。 另外,如果表达完全肯定,我们一般用must,表示一定,肯定。 但是如果表达完全的否定,我们不能用must,因为must翻译为禁止。 表达完全的否定,我们用count表示不可能。 OK,总结时间到。 这个视频,我们着重讲解了情态动词的三大考点中的前两个,本意和推测。 所以本意是指can,may,must等情态动词都有各自的词意。 比如,it can borrow some books from the library,它可以从图书馆借到一些书。 再比如,he may be there,它可能在那儿。 在推测当中,最常考的状况就是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 比如,it can be my brother,because he is on business,那不可能是我哥哥,因为他出差了。 it must be our English teacher,他一定是我们英语老师。 学习完毕,快闯关练习吧! Oh yeah!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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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